这次巡航和以前巡航相比呢 还有一个大的特点 就是海空立体巡航 18号和19号分别有 中俄海上编队在联合训练 空中又有联合训练 说明在不同的空域 不同的海域 中俄两国完全可以把 空中海上的战略数号相互统一 所以现在看呢 这个巡航最后有可能真是个大概念 以前呢我们侧重海上的巡航 空中的巡航 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立体巡航 维合巡航 这样呢巡航的效果将会打不就低声